为什么早餐店的腌萝卜清脆爽口 那么好吃呢 那是因为多加这个步骤 认真看完这个视频就知道了 记得收藏 两毛一径的白萝卜先切两刀 不要切断 然后第三刀给它切断 切成我这样的夹刀片 加一大勺糖 这才是腌制萝卜爽脆的关键 我每天都在分享做菜小技巧 能不能给个爱心鼓励一下 非常感谢 抓匀腌制25分钟 接着空碗中加入一勺生抽 一大勺陈醋 一勺白砂糖 搅拌均匀 这个简单的料汁就调好了 这时候萝卜也已经杀出了水分 只需把水分挤干 这样吃半年都不会坏 接着加浆蒜片 青红辣椒 倒入调好的料汁 其他什么调料都不需要放了 抓拌均匀 冰箱冷藏三个小时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做的腌萝卜 酸辣脆爽 无论是喝个小酒 还是配碗白粥 那都是相当的绝配 喜欢你也收藏做起来吧